帮他平反 许久不见先替爱徒讨公道 前官局长陈明通为了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 拿出关键论文当起陈教授 陈明通解释 他是为了帮论文卡关的余正皇 才提供论文数据等资料 没想到好心被蛇咬 因此连累林志坚就拍死 这些细节全写在陈明通的新书 2022的学伦猎屋事件部 我为了指导他 为了让他快速进入状况 这里面没有一个字 没有一个符号 是余正皇的东西 完全是我的创作 还有我跟林志坚讨论 比如抽样刚刚那个表格 我把它修改进来 不过让陈明通最不满的是 台大审议委员会不承认陈明通说法 判定林志坚抄袭 陈明通书中更气愤比喻 余正皇向林志坚借酱油 卤自己的猪脚 但实际状况是酱油 猪脚都是林志坚的 整道菜是陈明通卤的 余正皇只是拿去配他的饭 怎么能说卤好的整碗猪脚 是他做的 只是台大校长陈文章不以为然 要陈明通必须负起责任道歉 校长如果仔细看完这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 阿通诗重出江湖 让轰动政坛的论文们再先余波荡漾 继续闻听 蔡神佑 赞长报道